云征峡位 雾浪排空 这一派仙境般的景色 就是中国十大最美峡谷之一 金丝峡 景区内湖水清澈 余祥前底 曾吸引过无数文人默克 我国古代著名旅行家徐霞克 就曾在此写道 浮云已尽 历日成空 两岸龙桃燕里 出座船头 不绝欲仙也 金丝峡峡谷悠长迂回 像一条金丝带将南路新开岭 分成南北两段 峡谷最窄处 宽不影米 绝地千刃 藤螺瑶坠 有久寨归来不看水 金丝归来不看峡的美誉 陡壁滴水 峡谷天光 连绵站到千年古藤 随着你步入金丝峡的脚步 都会像一幅幅画卷般在你面前展开 古树名牧 在金丝峡 腐蚀皆是 这占地28.6平方公里的天然丈谷地貌地质区 堪称一座植物宝库 如红豆山 莲香树 水清树等 生长良好 分布甚广 生长在峡谷的近1700种植物中 国家一级保护植物四种 二级保护植物七种 国家级一类保护动物在金丝峡有 林舍 豹 云豹 黑罐四种 二类保护动物更有 红腹锦基等29种之多 除了丰富的植被 随处可见的溶洞奇景亦不容错过 金师洞为金丝峡的佛教圣地 地势成高居显 洞内供奉有释迦摩尼 弥勒 观音等佛菩萨 佛道文化与金丝峡的渊源 历史悠久 常年香火不断 信徒不绝 浊扑大气的石雕佛像 有很高的艺术水准 脉步水边还可倾听 深果幽兰的低声叙语 金丝峡战古地貌完整保留了石灰岩的地貌形成 深化的各种地质遗迹以及区域地层层序 是秦岭地区罕见的最完整战古地质构造 为华丽锡褶褶褶带和印枝褶褶带 具有喀斯特地貌的基本特征 自2003年开源以来 先后荣获国家森林公园 地质公园 国家4A级旅游景区等20多项殊荣 上完了山 便到了水 丹江远景区风光 以水为主 十三级瀑布如阶梯般分布 形态各异 碧潭 溶泉 遍布其中 彩虹瀑布水势独特 双膝瀑布景致开阔 连环瀑布环环相靠 正是一潭一行 一瀑一壮 一泉一神 一湖一韵 最下一级锁龙瀑布 汇集了十三级瀑布的水流 乘竹筏驶进瀑布 感受水雾弥漫和水龙忽明 是许多游客都不愿错过的新奇经历 无山不雄 无水不灵 兼具雄旗与灵秀的金丝霞 真是世界罕见的峡谷奇观 金丝霞地属商南 历史文化渊远流长 是水晶刺绣之乡 这里土特产品丰富 自制的豆腐 自酿的包谷酒 可口的农家菜肴 西北的特色名茶 淳朴热情的民风 热闹欢快的篝火晚会 纵情于此山 此水 此地 不知时日既过也